我是阿彌雲 我是你們的NCG AKA MCG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剛剛是用主播式的開場方式 沒問題 因為我們今天是比較正經的議題 所以我邀請到了一個比較不正經的人 就是啦啦 AKA美麗本人 是是是 你們只要叫我 知道我叫美麗本人就好 不需要知道我叫啦 是嗎 就是沒差 沒差 今天主要是我們受邀到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談論一個 我個人非常重視的議題 是 那我們今天要談論有關 酒駕這件事情 喔 那這個樣子的話 我就先用一個正經的強調跟你講 可能你用正經一點 正經一點 好沒問題 來 其實喔 今天呢 是TPF賢慧來找我們做一個合作 是 那希望我們可以幫忙他們宣導一些觀念 那我們今天要宣導的是 以往是我們在談的是酒駕這件事情 對對對 那酒駕就是跟大家說 你不要喝完酒開車 這在現在我相信全台灣都有認識 但是很多人對於 隔夜罪這件事情是並沒有認知 那至於隔夜罪這件事情 我等一下會解釋 因為我手上有一份他們提供給我的叫做 隔夜罪認知調查報告書 其實蠻厚的喔 超厚一本的 超厚一本的 你就當你這邊的其中一個樣本 就是當問卷調查 對你是問卷調查 那沒問題的 然後在這個影片的結尾的時候 我們會去跟交通部長聊聊天 當然因為像有關酒駕這些東西的 相關事宜 其實我心中有蠻多疑問想要問 那剛好是有機會碰到交通部長 那我覺得是很棒 好 那我們先開始我們今天 再第二 交通部長真的會出現 真的會真的會 哇 我們要去交通部拍片 舒服 舒服 可以 好 本次調查 針對全台灣18歲以上的一般民眾 對於以下的內容 去做問卷調查的統計分析 他們找了一千多位問卷榜 叫我明白 叫我明白 那我們現在就讓你當其中一個樣本素 然後我們之中會聊到一些東西 也是希望可以幫助觀眾解答 以及宣導這些概念 好 請問您的性別為 呃 男性 OK 身體男性還是心理 呃 都男性 OK 好 值得 好 請問你的年紀為 30 請問你是否聽過隔夜罪 沒聽過 真的假的 沒有啦 剛剛我在開機前 我不是也才問你說 欸 隔夜罪是不是宿罪的意思 是 對啊 所以就是 我沒有聽過隔夜罪這個名字 還是我現在需要想說 喔 我聽過 喔 不用也不用 好好好 這一次的分析在1136人中 你將去變1137人中 聽過隔夜罪的人 是在佔89.5% 喔 哇 我受到比較無知的那一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下一題 你是否認為 喝酒臉紅 是因為酒精代謝的快 你覺得 我覺得不是 你覺得不是 你覺得為什麼不是 我覺得喝酒臉紅 就單純 是 身體 機制 因為我喝很多 可能不會臉紅 那這一題 基本上我覺得 長期以來 很多人才問我這個問題 那所以這一題的比重是 54.9跟45.9 其實 在1000多人面中 是差不多一半一半 那這邊我們有問過醫生 大概的解釋是這樣 詳細大家可以自己顧問 大概解釋是這樣子 其實 喝酒臉紅是因為你的肝臟功能 就是你代謝不夠快 所以 如果代謝得快 就不會那麼容易 對 OK 這是我們有請協會問過醫生 因為其實我自己聽過蠻多派說法 但是我還是想要真的聽醫生講 然後醫生有大概跟我提這樣 只是說到時候他們會再來 有一個記者會詳細解釋這件事情 大家也可以自己稍微查 有些人說 喔什麼身體結酒 有的沒的有的 就是有點像那個東西不足 你是有認為前晚喝酒到半夜 睡了一覺隔天早上可以開車 我完全不這麼覺得 否的人占78.7 這一題試等了還占21.3 還有二 對 其實這樣還有四分之一的人 快四分之一的人覺得 喝完酒隔天睡起就可以開車喔 對 可是我覺得它有一個時間點 而且其實在我們早期 我有罵過酒駕的那支影片 我知道我有看 那支影片其實到現在來說 因為當時的概念沒有那麼完整 我也是憑我的想法去宣導 當時我就有講一個東西是說 你要嘛你就在車上睡完 你隔天再開車 但很顯然 隔夜罪這個想法 會把我當時的東西推翻是 實際上其實是不可以這樣子的 不要 我們要杜絕僥倖心態 杜絕這個 不要跟人家賭啦 不要賭嘛 像我自己現在是這樣子 因為剛好我老闆家住我附近 然後他送小孩上學經過我家 所以我現在覺得 只要我今天晚上喝酒 就問我老闆說 老闆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載我 早上要進公司 可不可以載我 所以我早上我就 隔天喝完酒以後 基本上我都沒有在騎車 我一定要嘛是 坐車 坐老闆車 或者是自己計程車這樣過去 因為我自己是 如果我前一天有喝 然後我每天都要送 我的老婆跟小孩 就是 帶我老婆上班 帶我小孩去我媽那邊 我就直接說 給我老婆說 錢給你 你坐計程車啦 等一下我覺得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我會直接拿錢給我老婆 如果我騎不來的話 如果可以的話 我就起來說 我們一起搭車去 OKOKOK 你後面有補這個解釋 可不可以 因為你剛剛聽完是交流部會很開心 但老婆會很成親 哦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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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去最後看一下 我給你錢你一定去啦 去啦去啦 睡一下 下一題 你是否認為 隔夜醉跟酒量好壞有關 我覺得有欸 我覺得有欸 這是代謝問題 這是身體 就像你剛才說的 肝 肝的代謝 我覺得應該很差吧 是的人63.8 否的人36.2 但實際上 沒有直接觀念 沒有直接觀念 跟酒量好 等一下 這在問什麼 這題的目的是要跟你說 不是你酒量好就不會隔夜醉 也不是你酒量差你就不會隔夜醉 喝的量多量少都會隔夜醉 無論如何都會在 這題是這樣講 這個不是是非題的 這個是問答題 你覺得避免隔夜醉的方法要拿起來 你覺得 避免隔夜醉的方法 就是前一天不要喝 不是這種方法 不是這種方法 我覺得喝酒其實沒有問題 關鍵是喝完酒後的下一步要怎麼做 那才是我們來宣導 那就是隔一天不要安排事情 我就好好的休息 這也是一個方法 然後咧還有沒有 還有會不會多喝結酒飲食有效 吃結酒藥是59.7% 蜂蜜水是30.8% 其他是0.6% 對啊怎麼會有蜂蜜水這也是 沒有偏方嘛 偏方 偏方 就像吃還拉喝牛奶概念是一樣的喔 這 這東西 聽起來 不是啊 偏方很多人都會這樣 其實有太多偏方了 我們之前有講過解數罪 就是真的太多太多 怎麼你有保放力嗎什麼東西 對 但是其實那不是我來解數罪方 其實 原來是補身體的水啊 那一種 關鍵其實就是喝水跟血腥 對嘛 所以其實其他的東西都叫 某種程度就要偏方 那其實我也有講過 所謂的解酒藥跟什麼酒王 什麼藥那種東西 其實就是 要嘛是超頻你的肝臟功能 要嘛是讓你的肝臟功能回到正常 所以你的酒精要代謝 始終就只能靠肝臟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 喝水 加速一下你身體的代謝 第二個就是休息 你是否認為吃完薑母鴨羊肉爐等 露酒料理用餐兩小時後可以駕車離開 完全不行 欸我跟你講喔 還有25.3%的人說可以 我覺得 我覺得這題應該是可以100%說不行吧 已經新聞這麼多在報就是 而且 我家附近有一間蠻有名的薑母鴨 那邊附近 警察就會直接站在那附近 就直接 剛吃完是不是 來來來來吹一下 剛吃完駕車 來來來來 來你來 就是你來你來 我直接看到 因為有時候會很無聊 就站在那邊看 就真的 真的有這種人 就是吃完薑母鴨 然後 就覺得熱熱的很舒服 然後就騎車走 然後醒來就 來來來來 有埋伏的欸 不是 你們應該完全認為是 不能的吧 不能啊 就是 我很訝異 居然還有25.3% 就像你看到那些 起摩扎的 八八八怪的那種 居然有25.38% 因為我自己是 不太喜歡吃 像這種薑母鴨 或者是什麼 麻油雞 羊肉爐這種 我通常不太吃 所以 我就比較不知道 會有這種狀況 因為我不太常遇到啊 如果我要吃羊肉 我可能就是 買個那種 什麼冷凍包 來家裡煮 所以你不會在外面吃 不會不會 通常不太常做這種事情 你喜歡吃這種東西 還好 還可以啦 但是 裡面就是有酒 對啊 那因為我自己的習慣 跟原則是這樣 其實我只要碰到 任何有加酒的東西 我基本上就是不加車 我不管量多量少 或是我又不管這會不會過 就是 我只要碰到 我就不會做 因為我覺得 還是老話一句 我覺得冒這個風險 不要賭這個火爛綠 對你賭這個 只有賭這個幾塊 快十萬的費用 然後還有 可能還會有人傷亡 沒有我講一個 我之前自己 從那個時候 開始拒絕酒駕這件事情 我發現太恐怖 在很年輕的時候 那個時候 剛可以喝酒 反正就是狂喝 就幾個人就喝了好幾支威士忌 喝完之後 就直接騎車回家 騎車回家 當下 我還不覺得沒有 因為我覺得 我剛喝下去 我酒氣還沒上來 那時候也沒有什麼資訊說 酒駕是很危險的事情 反正就騎走 回到家的時候已經斷片了 我起來就想說 我到底是怎麼回來的 我還好你還活著 對啊 真的 這種垃圾的事情 千萬不要做 而且 就像他講的 因為他三死我三三嘛 對 所以在我們小時候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我們沒有 沒有太多這樣的關係 不是像現在大家 這麼普遍認知 酒駕就是一個 非常非常嚴重 而且是 不會讓人想 教訓你的一件 事情 這絕對 它是縱使之地 就是大家就這樣 啪啪啪啪啪啪 就是真的不行 我自己也很痛恨 但年輕的時候 那時候身邊很多人 都是這樣子 因為沒有概念 沒有概念 那個時候 剛可以喝酒 年輕的時候 然後到後面一臉 開始一直有這件事情 宣導的時候 是在當兵的時候 當兵的時候 每次只要離營宣教 就會講說 不要酒駕 不要幹嘛的 即使你是在車上睡一個晚上 隔天早上再弄 也是一樣會酒駕 軍中宣導隔夜罪的概念 這麼早 我就沒什麼印象 他們沒有 其實他們沒有講隔夜罪 他們就是說 有一個 就是他們會拍一個 小短劇嘛 然後就是拍一個 長得沒抓的酒駕 然後說為什麼 然後那個人說 我明明就剛睡醒啊 怎麼樣 他說沒有你還是有 他們就會講這件事情 他們也就是說 好你喝完 只要你喝酒 你隔天也不要看 對啦 所以剛剛那一題我們認為是 不行 不行 絕對 好 你是否認為我在健身運動的人 昨天代謝比較快 跟這個完全沒關係吧 就 完全 對我來說沒有關係 你覺得是否 我覺得否 你們兩位 我覺得差不多 實際上 欸對 我覺得你們 選擇是的 62.9 耶 還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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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你們是否 我們是否 我們是少數 我們是絕對少數 耶 直接搞錯 所以很多人覺得 跟健身有關係 他們覺得有關係 實際上很多人會這樣講 可是 我有問醫生 他說其實 並沒有太大的觀點 因為主要 這件事還是乾嘛 對不對 你健身又不會見到你的乾 我來練乾囉 他是說 因為你常運動的人 所以你身體的代謝 會比較快一點點 這個是真的 整體代謝 但是酒精的代謝是靠乾嘛 所以 酒精代謝這件事情 跟健身運動 沒有太大的觀點 這是一個迷失 所以健身就是代謝脂肪那些 比較快 如果是這樣講話 因為說身體狀況好的人 代謝自然會比較快 所以你說健身的人 身體狀況會比較好 那代謝會比較快 一點點 這是 但是代謝一般東西 對 但是 或是只是因為你的體力比較好 對 但實際上跟代謝酒精 是沒有關係 酒精 我以前在健身跟現在 我覺得酒量沒有差 都一樣爛 我以前比較壯 也沒有比較能喝 真的耶 我一直都不太能喝 然後就是 最近有在運動嘛 然後我還是覺得 好像又根本能喝了 因為教練會跟你說 你不要喝酒 因為酒 是液態的 液態的澱粉 你不要這個樣子 不要鬧 這樣子 我跟你講 我出去的時候 就是一杯到底 如果我去夜店的話 會是一杯到底 我沒有在那邊跟人家拼 如果去海產店就不一樣 就直接 啊 就直接吹一杯 這樣 這樣子 真的耶 不是 不是 你怎麼搞得要好 會嗎 就是你好像會把那個 靈帶 綁在頭上 然後那個時候就不能 就不能開車或騎車 不行 我說這個時候就不能 不能 好 這一份 2020 TBAF隔夜罪認知調查報告書 主要是要宣導隔夜罪 大家不要僥倖 不要僥倖 不要僥倖 但我們 今天這樣拍完 隔一天 我們要去找教育部長 所以我們要穿同一套嗎 要 我們要聯繫 我們會穿同一套 我們這個是很專業的工作 可是我跟你講 我補充一個題外話 我真的不是說我喝酒 被喝酒罪的打 我覺得隔夜罪 酒駕很恐怖 但是那種 宿醉美酒瓶更恐怖 超級 就是喝醉美酒瓶的 沒有 真的 我還在走法律 欸 告 大家喝醉 要知道控制 如何去控制自己 不要造成人家的困擾 我們希望 我們覺得喝酒是沒問題的 但是 喝酒後的行為 大家自己要 知道一下 而且我跟你講 我也跟你講說 那幾歲的人 都可以當我爸影記的那一種 真的在那邊發酒風 打欸 我們做個跳躍式轉場 好啊 我們要怎麼跳 我們就直接這樣起跳 好 1 2 3 嘿 嘿 好冷很冷很冷 很冷欸 我們依照那天室內的穿法 現在在室外這樣 我其實覺得有點滑 好 我們現在到交通部了 對 我們現在到交通部了 然後我們等一下要去找 部長 聊一下有關這一次的議題 好 所以我們就進去吧 好 先戴口罩 喔先戴口罩 對對對 先戴口罩 欸你的口罩好小喔 欸你不要管我啦 哈哈哈 臉大怎麼樣啦 部長 嗨 你好 你好 SG 美麗本人 嘿 這位是我們的交流部長 林佳龍 好 我們先脫下口罩 部長我們剛剛有量過體溫了 是 準的準的準的 這樣 安全安全安全 好部長是這樣子的 因為這一次我們有收到的 要來協助宣導說 隔夜罪這件事情大家要避免 那我們自己我自己心中 因為我一直都有在宣導這件事 我有些疑問是 為何這一次到今年交通部會特別選擇 要宣導隔夜罪 是有觀察到什麼樣的現象嗎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酒後不開車 或者是說 酒後之後要去搭計程車 或者是代駕 甚至回家之後也要休息 有睡眠 但是事實上隔夜 酒精的這個新陳代謝 速度也因人不一樣 所以即使你喝一點酒 隔夜再開車之後 還是會有風險 你的注意力還是不夠集中 會有判斷力的問題 所以再強調 就算喝一點點酒 隔夜之後開車的時候 還是要非常的注意 小心 總之單下不要開 單下肯定是不能開車的 對 但是隔天 開車也是有風險 那盡量就是多休息 休息好就夠 這是不是難怪就是 早上到凌晨的時候 我一直在想說 凌晨五六點為什麼還有零檢站 那時候大家不是應該都喝完九個檢站 對 那時候超多耶 七八點也有零檢站對不對 有 我記得早上也是有 早上都有 那當晚時間的時候也有 應該就是在防隔夜罪的駕駛 我那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一直以為 早上的 早上的那個是在找就是 有些人工地啊 工地會喝一些提神飲料 要去抓那種 我一直以為是抓那種 但是其實應該是 應該是都不行 對 通常那個都全部都不行 是 當然有一些人可能喝到三星半夜 天亮再開的也有啦 這個也要抓 但事實上其實上班時間了 已經是七八點以後 是 你會發現說路口還是有 警察在這一個檢查酒駕 那最主要就是說 有一些人他以為 我可能前一天啊 喝完我就大睡一場了 一早起來 我就開車 自以為休息夠了 對 事實上 要非常充足的睡眠 你那個新陳代謝才會完整 所以還是保險起見 隔夜有喝酒的 就不要開車 搭公共運輸 或者是坐計程車 或別人來載 這個是最保險的 了解 所以因為一般的人 可能對於大睡一場的認知不同 可能睡無小就大睡了 那我們今天還是 這個充足的睡眠 是真的要很充足 不是說喝到凌晨 然後早上起來 好 這就是我們的第一題 你是 好 那部長 第二題是我自己 藏起來的一個疑問 就是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你酒測值超標你就是酒駕 沒錯 但是我們不知道說 怎麼去判斷 以及去設定這個酒測值 這個設定的規則跟規範 或是參考是什麼 實際上就是我們法律的規定 每公升是0.15毫克 吹酒測器 它這個在測的時候 這個是很容易就達到的 我舉個例子來講 大概如果你用低濃度酒精的飲料 大概330毫克 就是毫升 就是違規了 那如果你是比較高濃度的酒精 大概喝個30毫升 就已經達飄了 其實很容易中耶 30毫升就一個Shot而已 就是這樣一個Shot就是30毫升 對 如果說你這個30%的酒精濃度 那你大概就是30毫升 就相當於我們一般來講 就是差不多10到12克 這樣的一個酒精 就可以達到違規的標準 所以是以這樣設定 那其實一般來講 其實可能隨便喝一點點就過了 所以就是現在 它已經這樣就是 只要有喝就是不能 實際上本來就應該這樣 對 本來就是應該這樣 只是這個酒測值 可能還是有抓一些Buffer的一個範圍 但是那個範圍其實是非常非常小 非常非常少 般來講烈酒啦 你大概喝個一杯 大概就打飄了 那如果所謂我們低濃度的酒精 你大概喝個一瓶 大概也就會一定打飄了 了解了解 但是我們這邊還是要提大家 不管喝多喝少就是 都是不能開車的 不要賭這個事情 真的不要賭 因為這個隔夜最好 我們入口也是有警察會辦理這個酒測 好這樣第二題我們也了解了 第三題那不少我們也不打擾您太多時間 我們知道你有很多的事情要忙 那最後一題是 因為近期國旅大爆發 然後春節也將至了 有什麼話想要跟一般民眾做一些提醒 國旅這個大爆發當然很多人出去玩嘛 那一定會享受美食 就要稍微注意啦 因為就是很多有鹿酒料理 然後燒酒粿是不是一定的吧 另外就是其實很多的菜 裡面是有加酒的 這個時候如果你吃了或喝了 那你還是要注意 它可能就是已經會違反我們酒測的標準 不要去開車 尤其天氣很冷 過年前後大家又有很多節慶 就會大家相互敬酒 吃這些保暖的 這個有酒精的這個食物 不要開車 不要去勸那些可能開車的人喝酒 了解 好那今天非常感謝部長來參與我們 最後的這個小彩蛋 那部長你可以陪我們做一個轉場 就是我們有一個要接到結尾的轉場 這個轉場很簡單 就是你看我們兩個做一次 一二三 好就這樣 可以嗎可以吧可以吧 可以啦 這樣可以嗎 來喔OK 好試試看 3 2 1 不 部長 人不見了 好太爛太爛 很爛 好我們 我們拍完了 然後我們也滿開心見到部長 因為實際上我們 很少可以見到政府官員 完全 完全沒有辦法吧 因為我們 比較不正經 這次借有這個房子 酒駕房子 不正經是 你吧 來 好啦 這邊也提醒大家 最後提醒大家 就是 春節將至 大家記得 務必 開車不喝酒 喝酒不開車 然後 記得隔夜醉這件事情 也記得 宿醉很痛苦 所以記得隔天 充足睡眠 充足睡眠以後 再開車 不然就是 你可以坐計程車指定駕駛 大宗客運 對不對 對 超誇張的 你講得都好正確喔 不要忘記繼續訂閱 美麗的頻道 好不好 好不好 我們下集見 我剛把結尾要講的東西先講掉 靠腰 我們現在才結尾 好現在開始結尾 欸我跟你講 沒有啦 這次這個議題 算是滿有趣的 蛤真的欸 下戲了 下戲了 現在已經是騙為彩蛋了 下戲了好不好 欸我第一次 我算第一次到你的頻道吧 對 第一次正式 第一次正式在你的頻道 正式 不然之前都是出現在 就是一些喝酒的小角落 要出來那種 我第一次出現在你的頻道 竟然是 在做這麼正經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我們兩個 沒有很正經 尤其你跟我們正經 所以我在想說可以帶一些 比較正經的議題 讓大家看一下 不一樣的影片 因為其實 他私下其實沒那麼不正經 他私下其實我們會聊一些社會議題 沒有到那麼不正經 而且我們會聊小孩子 對對對 好啦不錯啦 不錯啦 讓大家認識一下不一樣的 新的我 也非常開心可以來到交通部這樣子 只是今天真的很冷 所以我要趕快穿外套 如果你們喜歡這節目 不要忘記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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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有吃的喝的 不准酒駕 開車不喝酒 找指令大使 記得訂閱美麗 酒駕全部去死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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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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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